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电影《西游扶妖片》 前情是孙悟空是个妖猴 性格暴力杀戮成性 在收复他的过程中啊 唐僧的心上人段小姐死在了孙悟空手中 最后唐僧成功收复了孙悟空 猪八戒和沙僧 师徒四人便开始了西天取经之路啊 但唐僧和孙悟空一直矛盾不断 唐僧没事就唱人歌三百首顿孙悟空 让他当众跳舞出丑 很快他们到达了一片黑森林 唐僧去打水遇见一个女施主 女施主邀请他到府上用膳 熟悉西游记的人都应该知道啊 会找上唐僧的不是神仙啊 就是妖怪 果然师徒几人一去 孙悟空就用他的火眼 金睛识破了妖怪的真面目 原来这是一窝蜘蛛精 蜘蛛精吐出蛛丝困住了唐僧 孙悟空几人也不是该的呀 很快就把几个蜘蛛精收服了 但在打斗的过程中 太过暴力 没有采取赶花的方式 唐僧和孙悟空再次闹起了别扭 这次惹怒了孙悟空 孙悟空对唐僧起了杀心 更糟糕的是啊 唐僧因为感染风寒开始失声 虽然唐僧现在不能唱歌了 但唐僧还有一招如来神掌啊 孙悟空还是比较忌惮的 但他不知道 唐僧其实根本不会如来神掌啊 唐僧害怕孙悟空察觉后对自己不测 于是假装方便向佛祖求救 没想到被猪八戒投停了 猪八戒立马告诉了孙悟空 唐僧一路逃跑到山崖摔了下去 刚好掉到一棵树上 正当孙悟空准备动手时 佛祖开始显灵了 一道圣光打在了唐僧身上 这才止住了肆意妄为的纵痛 就这么闹了一波之后啊 试图几人继续赶路 很快他们到达了比丘国 国师九宫真人将他们迎接到宫内 国王正在嬉戏玩闹 一看唐僧就喊要抱抱 国师解释说 国王是服用了返老还通单 心智才变成了小孩 但是这个国王十分暴力 听说唐僧是扶妖师傅 非得让人表演 否则就把他头给砍下来 但唐僧根本不会法术啊 无奈之下 请求孙悟空在他身上贴上黑服 这样孙悟空做什么 他就会做什么了 表演的过程中 孙悟空故意使坏 打了猪八戒一场 而唐僧也正好打在了国王脸上 这下惹弄了国王几人 小命不保啊 还好在国师的帮助下 人只是被赶走了王公 唐僧指责孙悟空让他当弄出手 被孙悟空一句 己所不欲勿实欲认 读得哑口无言 唐僧意识到自己 此前确实做得过分 于是下跪向孙悟空道歉 孙悟空也接受了唐僧道歉 处理好师徒官义后 唐僧决定重返王公 可不能给国王留下 这么坏的印象啊 并决定让孙悟空道歉 顺带上表演 国王一听要表演就来了兴致 孙悟空一个踏不上前 就让国王打他 然后两人就开始了 互删起来呀 删了几轮后 国王献出了原形 原来呀 国王是红孩儿假扮的 孙悟空一早就看穿了他 两人在宫里打斗起来 很快战场门到宫殿外 红孩儿使出一招 三位真火将孙悟空打入地下呀 孙悟空将金箍棒抛出 顶起宫殿的盖子 挡住了火焰 但宫殿也被摧毁了 红孩儿持续输出三位真火 孙悟空将自己背后的披风 轮成风扇 两人就这么在空中对峙着 孙悟空吐出两团火焰 将红孩儿袭击在地 沙僧又在旁边吐了一口口水 红孩儿就此被冻住 与此同时 他们在地牢里发现了真正的国王 国王为了感谢他们 将自己宫中 唯一长得睡眼的 伽利小善送给他 就这样 小善跟随司徒四人上了路 一路上唐僧几人 对小善是十分友好 只有孙悟空先信 小善是妖怪 放着皇妃不作 跑来跟着他们吃苦 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可是赵妖镜也照了 血也验了 始终没有发现小善妖怪的证据 为了验证小善是真人 他又回到小善的家乡 孙悟空看依旧坚信 他是妖怪 于是打伤了小善的家人 唐僧出手制止 并说出了自己的怨念 当初孙悟空杀了段小姐 现在又要杀小善 他气急败坏 要赶孙悟空 孙悟空听了 也怒火中烧 和他恩断义绝 并屠杀了整个村庄 还要将小善也杀掉 唐僧挡住了他的金箍棒 孙悟空气到不行 准备将唐僧一起干掉 关键时刻 小善终于承认自己是妖怪 原来他是白骨精 这一切是他变的幻象 但他没有恶意啊 可是孙悟空已经封魔了 不被师父信任 被兄弟抛弃 他什么也都听不下去了 于是他将唐僧吞进了肚子 没想到中了国师的圈套 原来一切都是国师和红艾尔的 离间计啊 就在国师得意时 孙悟空又将唐僧吐了出来 其实唐僧师徒早就看穿了 他们的计谋 所以也来了个反剑技 逼出了国师的真面目 几人开始围攻活摄红海尔 红海尔很快被冻住 国师使出如来佛祖的幻象 威慑孙悟空 但一片翻云覆雨中 孙悟空被雷电击中 就在师父二人抵御不住时 如来出现了 原来国师啊 是如来身边的九头金雕 最后如来带走了九头金雕 而小善在刚才的打斗中 被石头砸中 是因为妖姓他怨气太重 无法超渡了 最后小善也灰飞烟灭 而石头四人呢 继续未完的去京之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